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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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龔Sir, 你現在可以正式拘捕我 雖然我自首不可以彌補我的錯 不過現在是我唯一可以做到的事 你唯一可以做的, 不只是這件事 還有一件事你可以做的 我也希望你可以重新開始 不過我所說的, 不過我所說的重新開始 跟你所想的有不同, 你說什麼意思呢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怎麼說的? 你怎麼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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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我, 向警方拘捕你出來 我很明白你的心情 不過你不是很想看你乾爹報仇 對付兵狂嗎? 其實報仇不一定要殺人 只要你肯跟我們警方合作 一樣可以報仇 你現在看到乾爹的下場是怎麼樣的 這條路如果你繼續走下去 會是不歸路 你這麼年輕 阿先生, 其實在坐幾年牢之後 你會出來重頭演戲 我希望你不會執迷不見 那你幹什麼戲? 鐵刀, 這次真謝謝你 一氣就替你做完 還有你後悔 上頭已經來律徵師傾向 暫時不起訴你 直至九頭完成任務為止 我們既然跟醫院溝通好 他們會向外公布 或者一直昏迷不成 所以在這段時間, 你會被拘留 九頭, 你一定要替我解釋 閉嘴 你放心, 在公在私, 我一定會盡力 老闆, 這次我們的計劃非常成功 Baco, 他以為我真的會給他 讓他和拉帝爭錯本 他做, 我已經在義豐那裡安排你會事 到時候你們會想行走 這個九頭肯自首? 總算他不是狼心狗肺, 還有些人性 說起來, 都是全靠安排阿姆去趕店 老闆, 我是不是很聰明 那要不要我跟龔Sir說一聲 幫你申請那張家虛狀 真的嗎?謝謝Madam Joe 你做夢了 你早知道T2和九頭幫二豐工作 你不支持通知我 還自拔自衛搞這麼多事 幸好沒有出事 否則就調你回去做軍裝 對不起, 老闆, 下次不會 還有下次嗎? 我已經把你UC的身分告訴九頭 等他接近Michael的時候 你和他合作 現在你、Larving和九頭 三個人坐在同一艘船上 以後你們要好好合作, 知道嗎? 其實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還要讓九頭大罪立功? 他騙了我們這麼久 我肯定他信不過 這種人, 抓去坐牢吧 他信不信得過? 不道理說是 這是上透的決定 一定有足夠原因的 他肯悔改自首 就應該給他一個機會減刑 你給我犯過不少錯 我也給你機會 九頭就說知道我們的身分 但阿夢和其他隊員只知道九頭 正在演戲, 搏阿Bico 沒有人知道我和Larvingsir是UC 其實是否可以讓阿夢和他們知道 大家做事也方便一點 方便你做事 還是方便大家知道你是臥底英雄 不要緊, 讓你可以在阿夢面前威風 好…當我沒說過了 立青, 做臥底是這樣的 有很多事要犧牲 有很多辛苦是沒人會知道的 你一定要調節自己的情緒 忍耐一會兒吧 媽媽, 我們去藍姐那裡吃飯 那裡是餐廳 要不要買這麼多食物 這叫誠意, 我是新股東 現在吃這頓飯就慶祝我做老闆娘 不好一點, 怎麼辦 Sophie, 我也知道你想好而已 你不用一件衣服那麼好嘛 好, 真是的, 我先把衣服弄好 好, 你等我… 要快了, 不然晚了 好, 很快… 好, 那我先把東西收拾下去 你們等待Sophie再走 Jesse… 師父, 真的不說得好 人家來找你們 我不是說這件事 我在說入股男姐的店舖 你怎麼知道? 我媽媽的財政狀況,我很清楚 她的錢不是買股票還是買基金 一時三刻根本提不到出來 怎麼有這麼大的錢入股男姐的店舖 這筆錢一定不是媽媽的 而是來自一位又關心男姐 經濟上又綠綠有餘的人 果然是來自警察的世家 想說不認幕後黑手也不行 那你又不是幕後黑手 你是白武士就真 其實,童Sir,你不想外面 是不是因為怕男姐不接受你的心意? 你也知道她的性格 總之是很秘密 那又看看你給我多少口罷了 你媽媽好像不知道我們和Lavin的事 那看你給我多少口罷了 我們倆師徒,哪有這樣計算的 好,不計算了 不計算… 大家不要客氣,多吃點 這一頓我特地叫老師傅替我們做的 是嗎? 行不行嗎? 很好吃,證明我沒有投資錯 未來老闆娘,你有什麼發展大技? 我的發展大技就是… 文君腩 是呀,有沒有想過什麼辦法做戲的房子 是呀,要不要重新裝修一下 其實對於台南小吃的未來發展 我已經心中有數了 你們一直這麼支持我 我真的很感謝大家 趁今天人齊 我決定宣佈台南小吃,光榮結業 不是吧?我…我剛才投資進來 你說結業? 是呀,這麼大錢也搞不定店舖 是呀 我減薪,最低工資我都不收,我做義工 是不是經濟上有什麼問題? 我們大家可以一起上萬發哥 你拿這麼大筆錢來幫我 我已經很感激你了 我還怎麼可以叫你幫我? 什麼?不是蘇菲姨入股嗎? 關父親什麼事? 你蘇菲姨說入股那天 走的時候 獎後巷打了個電話給阿龔Sir 就說一切這計劃進行 全部讓我和南姐聽到了 那你說關不關你父親的事? 阿龔Sir,對不起,我太大意了 你可知道這些錢是我出的 所以故意…是燈不收,撿了一間店 不是呀…你別誤會 其實… 這間店弄得日不夫之,歸筋夠底 是因為我根本不懂得做生意 所以無論你入股也好,或者怎樣也好 根本我救了事,不能救一輩子 尤其長痛不如短痛 我又和阿TK老師會商量過了 我決定還是收拾他了 那你們之後有什麼打算? 很容易,回舊老闆車房打工 他不知己歡迎我 那你呢? 我幸好 以前的舊街坊兼世交在荷蘭回來 在香港搞美容用品的藝術公司 他剛剛欠個會計和 又知道我找工作就請我 我可以隨時上班了 那也好 所以今晚大家要吃得開心點 為我們台南小吃,光榮結業 乾杯,乾杯,乾杯… 不醉無歸 真想不到他們一個人這麼能喝 這麼快就喝了啤酒 大家生活這麼緊張 趁機放鬆一下 你不會怪我自靶自遺 瞞著你找蘇菲入股的事吧 要怪你? 你不會怪我自然 比起之前 還耿耿於懷? 你以為呢? 早幾天Jody問我還有沒有生氣 我才發現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我已經不再生氣了 她說做臥底有時候會身不由己 棄假情真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知道 我說如果當年不是感覺到你情真的話 又怎會對死心塌地 你還想說 想清楚一點 真是少女不跟事 只是少女情懷而已 真是可以不顧一切 我做人太過思辭上學 所以你的人不夠浪漫 不過你也有理智好的 多謝你一口沙糖 往事如煙 感覺很奇怪 說不出 Ada也有問過我 當年有沒有動過一生 我覺得你做臥底最悲哀的就是 如果不放真感情 對方不會投入 但是明知道這些感情不會是真的 最悲哀的 最悲哀的時間長了 就很混淆 是感性和理性的把持 要有一定的功力 你擺放在庭上 你擺放得很好 你擺放得很好 在庭上指證我 只要一次都沒有探過牢 你擺放在庭上 往事如煙 感覺很奇怪 說不出 今天真的很高興 我們大家可以說同一句話 結束已經打開了 我真是接受到你是一個臥底 不會因為你的工作而生氣你 雖然只是工作 但是還是有點內疚 行了, 知道了, 不用說了 其實這句話應該在我未適懷的時候說的 現在會不會遲了一點呢 這樣也好過不說吧 你知不知道 我們認識了一二十年了 我們現在的關係是最好的 沒有基心、沒有雜質 又互相信任 那感覺真的很好 所以當天我申請不再做我 也是決定的, 是正確的 你年紀大了, 還有沒有這樣的魅力 那倒是 不過就算有 我想你也沒機會遇到一個 像我這麼笨的對手 那倒不是 是你遇到一個真正的高手 好, 來 Paris, 這次真是慘了 事件越搞越大, 這次還做了封面 那還好, 她這麼喜歡出風頭 現在就一舉成名了 那收家, 如果Bagel是我 沒有, 我一定會去找冬娟 恭喜你, 你經常想搏上位 現在全香港都認識你 尼琦, 你餵了 你想怎麼樣? 沒有, 想教你 這個世界沒有免費午餐 你可猜猜兒女兒 又要被人拘捕了 你說完了吧 你好 Paris, David 怎麼樣?David 有沒有時間出來喝杯飲料? 謝謝你告訴我原來是律政署 想找我入刑時檢控科 我以為上次外判都是一判的 真的沒想過可以長組 跟你說朋友當然是告訴你 你上次表現得很好 所以我們老鼎很希望 你可以加入我們律政署 但其實我最近很多負面新聞 為什麼他們要看中我? 他就是看中你和社團的關係 什麼意思? 你很熟悉有組織罪案 以及三合會的打官司手法 正所謂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有你加入我們刑事檢控科 對我們的幫助會很大 Paris, 如果你想在事業上 有新的突破 律政署這個項目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不過去看看你 有些事情必須要取捨 當然了, 如果我能進入律政署 我就不會再幫二豐做事了 我的意思不是這麼簡單 我老鼎很希望你在私人關係上高 作出適當的調整 我想我明白你想說什麼 你讓我考慮一下 整個東西是有兩個所謂的 你要做這些事情… 你坐著來了 進來吧 你身旁很忙嗎? 怎麼找你不到 是啊, 有很多工作 那當然還沒吃飯 買東西給你吃 謝謝, 但是我沒遺憾 沒什麼東西都吃了,怎麼會來的? 什麼事? 沒什麼 看阿寶幫到你 律政署找你那裡嗎? 是,他們很滿意我隨著做外判的表現 去什麼律政署?幫我就行了 但這個會是我事業上很大的突破 那你知道這個突破是要付出代價嗎? 凡事也要付出代價 如果你去了律政署 就是代表你不可以再幫怡峰做事 更代表你不可以再跟阿慧在一起 你明白嗎? 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我不想想 好,不用你想,我幫你想 不可以律政署,留在我身邊幫忙 一樣大把錢都大把錢賺,就這樣決定 你根本上都不明白 由始至終都不是錢的問題 不是,你知不知道那天在拘留所 我心情是怎樣,我有多害怕 我一直以為就算幫黑社會做事 我不會上身,但原來不是 原來我有事,原來我也會坐牢 我真的不想像我爸爸媽媽那樣 有我去幫我保護你,我不會讓你坐牢 你怎麼保護我?那些警察拘捕我的時候 你在哪裡你自己自身難保? 我不想因為幫黑社會做事 搞得我要坐牢釘牌 我不想什麼都沒了,打回原形 看我跟你在一起嗎? 我又每天都要冒險 每天都要擔驚受跑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明天 現在是不是真的有前途 不管我們的將來? 完全是你 你會不會為了我,不會做古惑仔 不會差做座管? 我去幫我靜一下 我去旅行 我去旅行,我去旅行 二豐一群渣渣渣兵人 為了欠坐管 競爭也相當激烈 當中熱坦克和阿尖最多動作 頻頻叫那些小子去擴張地盤增加生業 以作為欠債款的本錢 阿占其實還可以倒外圍 但為了擴充自己的業績 所以立馬腦的旅足 我們一定要盯緊他的動靜 還篩在了重要證據 昨晚我們跟O記的沿途行動 數了阿占的大批地盤 包括三十幾間馬腦和酒吧 總共會報了五十人 包括阿占在內 但是拉菲和Bikeo兩個 保持得很低調,一直沒有動靜 這兩個這麼聰明 一定是猜到我們警方 會趁這個機會打擊異風 所以他們按兵不動,正觀其變 那你認為下一個會搞大動作是誰? 應該是坦克 跟據情報,坦克招臨了一筆刀手 估計要來對付拉菲和Bikeo 不用擔心 阿卓,有沒有事要我跟他說? 我沒事跟他說 我已經不是他掌握了 就算有什麼話都應該你跟他說 我手掌握了 而且我相信他自己可以應付得到 好 我還沒喝完酒什麼呢? 哥哥,你別這樣了,我陪你回家吧 回什麼家? 你今天覺得我沒甚麼被人送得? 不是 我告訴你,我沒有蘇星鵬 沒了誰都可以,走 做事 快點,走 快點到 慢慢地蹲下 警察, 全都別動 警察, 別動… 別動, 放下刀 哥哥… 我會看你們 快� 走 進步 在乎カラー 後來接給我 雖心 在乎無源 暴漏 貽製 沙律 尼丹的電話暫時未能接通 請在哪… 尼丹的電話暫時未能接通 先生,我們需要替你下墳口供 麻煩你過來 先生,你可不可以替我下墳口供? 你可不可以打我電話也不可以 你只是意外地跟對方有肢體碰撞 加上當時沒有其他人證物證 證明你是蓄以傷害對方的 所以你這件普通襲擊罪 高不入的機會比較大 聽你這麼說,我也放心一點 我會準備好所有所需的文件 你就和我秘書要做個約會 我們下次見面再談談上庭安排 好,也不妨礙你這麼久了 謝謝你,姚太太 別客氣,謝謝,我送你出去 好 Dancy,我幫你下墳口供 我叫Mr.Robertson來找工作 你好,Mr.Robertson 你好,Boris,你做得好嗎? 好… 很高興見你再次見你 好嗎? 我的情況如何? 我們嘗嘗我的房間 好嗎? 你想要打電話嗎? 好 Dancy,謝謝你 知道 我記得要哈就 我記得要你 我記得要 SAX 你戴電話嗎? 我記得要你戴電話嗎? 我記得要你戴電話嗎? 好,這件事 是你在那裡 你有三個新口訊,第一個口訊 Paris,包登 Michael被人砍傷了,我們去北區醫院 你快過來 你的手臂和身體有多處地方被砍傷 其中手臂的傷口比較深 我們剛才幫你輸了血 不過幸好你的傷口傷到肌肉 沒有傷到神經和內臟 沒有生命危險的 你今晚留院觀察吧 沒事的話就可以出院了 謝謝 我不想因為幫黑社會做事 搞得我們要坐牢釘牌 我不想什麼都沒有妻子打回原刑 我每天都要冒險,每天都要擔驚授扣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明天 完全是你 你會不會為了我,不會做古惑仔 不會參數床館 哥哥,你怎麼樣? 沒事 對了,剛才你急救人的時候 我打過Paris 不過他正在聊天,回覆我了 他找你 阿包團,幫我買點飲料吧 好 來,我的電話呢 我回到我,為了 阿包團,為了 词曲 李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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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寞 你被人劈了那晚 拉斌同一時間被坦克的人陪 不過他沒你傷得那麼重,不用住院 這麼幸運? 你懷疑拉斌是什麼? 不是懷疑,是從來都沒相信他 現在阿占和坦克兩個都被警察抓了 不過,只剩下你和拉斌兩個鬥 班叔虎是十五、十六 支持龍他的各佔一半 我想現在他們正在看 你們兩個有課源在手 誰可以幫二豐調下毒這件衣服 班叔虎不是真的以為 拉斌又非要分水嗎? 他真的收得很密 這麼久都沒人揭露他的底牌 冷靜點… 不用這麼緊張,是我而已 有什麼好事? 我是奉命釘著你的 那當然是咬你們不放的 剛才跟你拍了幾張沙龍 拍得挺帥氣的 要不要曬給你們做紀念? 什麼環境? 我想告訴你 上頭下了命令 他們抓了坦克和阿占之後 下一個目標就是你和拉斌 因為他們抓了兩個之後 根本做不到警白的作用 所以在選挫館之前,低調點吧 好,有什麼行動通知我 我給你一個牆壁,當作交數 謝謝 還有,我要你幫我查一下 拉斌是否臥底 這件事不太容易 幫我儘量試試 總之我要知道 他最近私底下有什麼事 見過什麼人去過什麼地方 我也要一清二楚 好,有什麼事通知你 好的 我一定會知道 拉斌是否臥底 不要緊 最重要是不要讓他找到證據 這個我有辦法應付 但是最麻煩他要我查拉斌的行蹤 如果我沒猜錯 他一定很想知道 拉斌是不是有菲律賓毒品的樂意 我們不能讓他知道 拉斌原來是大具的 我們一定會令他相信 拉斌是有菲律賓毒品的樂意 而且將會有大批毒品運進來香港 他就會跟拉斌鬥過 然後從歐洲的變運毒過來 還要贏拉斌整條街 他就可以坐定粒鹿做坐管這個位置 只要他大批入貨 他就一定會露出馬腳 到時候我們不怕有沒有機會 尋整據入他的罪 董Sir,你放心,我知道怎麼做 看你 收到我燭燈了沒有? 整個星期沒聲音 還以為你沒料到 拉斌做過CIV 知道我倆的跟蹤技巧 我很辛苦才拍到你的照片 跟拉斌一同說的Faribben是誰? 他叫施雷德 是大毒Hill卡洛伊的左手 專門負責跟他談生意 怎麼怪他出來的? 我查過拉斌的電話記錄 發現他打掛了一些電話 去一間酒店的接待處 於是,我只是查這間酒店 住了什麼人 發現施雷德 剛巧又進入這間酒店 於是我只是去酒店服了拉斌 果然被我發現施雷德跟他一起上房 幾個小時後他們出來 趁他們離開之後 我就潛入房 把施雷德拍下施雷德的護照 一個護照 不過怎麼證明他是卡洛伊的人呢? 他和卡洛伊的關係 是我派入CIP高層 專用的資料庫查出來 這樣夠權威名 好,我叫爆燈把尾數給你 有什麼理好做通知你 看來拉斌這傢伙不像吹水 他真的跟菲律賓那邊拿到火 哥哥,現在應該怎麼做? 你管他吧,叫歐洲的麵包你盡量 我們派入了何次登公司的伺服 發現原來蘇星柏先後幾次 將總共四百萬美金的款項 匯了去Fijic一個列岸戶口 而我們相信這個戶口 是屬於歐洲的毒販的 就是說蘇星柏這筆錢是用來買貨的 說回來,Michael這條大雨已經開始上條 從現在開始 二十四小時監視著他的行動 務求知道他不入伏的日期和時間 是,Sir… 董Sir,有料到 收到小物 這個人跟不諸一列的死有關 是… 조末是特末的 後就找到大雨 聊天 好,阿金 各位師兄叔父, 自從阿烈過了身後 我們很多風風雨雨 坦克和阿占被警方抓了 但是我們二峰是不會那麼容易倒閉的 今天我們重新選坐館 希望選出新的坐館出來 帶領我們二峰重新興旺 既然上一次決定了 這次選這個坐館 就要看看候選人的業績 阿康和阿拉繩, 你們交出來了 那你們倆誰先交數出來呢 那上次阿兵說有飛鷹賓條水 他先交吧 各位, 在交數之前 我有些事想跟大家說一下 趁今天這麼人齊 我想請各位叔父主持的功道 清理門 阿庭, 選新坐館是大事 其他的事先放在一旁吧 因為主使殺死列哥的幕後黑手 就是迫徒 人家是迫徒, 屎屎的容量殺幕後列人 你自己拿主意, 能否把他推出來 阿庭, 你沒證沒句話, 沒亂說 阿庭, 怎麼這麼怕青?發叔 還有虧心事? 別亂說, 證據吧 你想要證據嗎?這麼巧我有 夫爺, 立青男有急事要見拉兵哥 帶他進來 阿庭哥, 那條彈神呢? 我本來早就約好他了 誰知道去到他家裡樓下了 阿庭哥, 你不是在這裡找屍體來冤枉我嗎? 是你殺人滅口? 是你殺人滅口嗎? 玩完你的猴子去拿吧 各位叔父, 各位叔父, 各位叔父 在未交數之前, 我也有話要跟大家說 趁著今天這麼人齊 我想請蓋淑虎主持公道, 清理滿意 途哥 這一份是我找人跟拉兵刮回來的證據 拉兵口聲聲說列哥介紹了卡朗伊的助手 找到施雷特給他認識, 找到菲律賓條水 其實全都是吹水 梁少堂, 警員編號六六七一五 根本從來沒有離開過警隊 是進來義豐做臥底的 你不要冤枉就冤枉, 證據呢? 你要證據, 剛巧我又有了 你乾脫日嗎? 諸淡, 警員編號六六三四二 警官跟蹤組組長 就是他, 前陣子在我身上 假裝替我查勒芹 跟手蒸一份東西給我 當我以為勒芹真的懂得思慮 但是幸好我電信公司的針 那份資料在警察做手腳 勒芹, 有沒有這樣的事? 怎麼樣? 怎麼樣?是不是跟這個梁警長 交上妝我? 我也不知道你怎麼說 你是不是隨便找警察來 就想砌我生豬肉和低莊, 是嗎? 那很簡單 如果你不是臥底, 把他揹開 怎麼樣? 包不下手 那就是你是臥底了 我以為夢想的放肆 現意說他還沒能兌現 若是当田园为你手乐烟 耐疚日子未会出现 新鲜童子才学会幸福这两次 孤单寒天云内折射作日往事